弟兄姐妹 大家早安 很开心见到大家 也都很感恩可以在线上 跟各个弟兄姐妹见面 也很感恩可以在线上 跟各位弟兄姐妹见面 今天我们分享神讨的经文 是《文书记》第27章 紧接着第26章 第6章我们是讲到 承受应许的新一代 新一代会进入迦南 进入应许之地 神就数点他们的人数 目的是两个 一个是他们是大军 是要起来争战 进入应许是要继续的增战 第二 就是要承受产业 进入应许之地之后 地业的分配 按照你所数点的人数为原则 人多的就多些地 人少的就少些地 人多多一点地 人少少一点地 也都要在尖构 就是抽签抽出来 就不是指派的 但是有个原则就是 多的多得 小的少得 原则就是多的多得 少的少得 新生的一代要进入去承受应许之地 新生的一代要进入到应许之地 进去之后 原则说了 实际上是否可以就这样做得到呢 实际上就可以这么做得到吗 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有一些问题出现 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来到这一章 我们看到 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 所以来到这一章 进入应许之地之后 要面对新一代 怎样去得着这个产业 和怎样去增战的问题 怎样分呢 怎样得着全地 如何得着全地 如何继续在神的带领当中往前行 是新一代要面对的问题 是新一代要面对的问题 前面呢 第26章65节 二十六章65节 这样讲 因为耶和华说 轮到他们 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 就是摩西和亚伦 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 他们必要死在旷野 就是摩西跟亚伦 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 加勒和乱的儿子 若书亚以外 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 加勒和嫩的儿子 约书亚以外 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要死在旷野的人 是所有的人 包括摩西亚伦 除了两个人 就是那两个探子 可以进入 除了两个探子可以进入 前面神所说过的 所以现在这个数点 所以现在的数点 就是数到 所有 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所以摩西是最后存留的人 所以摩西是最后一个存留的人 在上一代 应该倒闭抗野的人 全部都已经过去了 上一代应该倒闭 旷野的人都已经过去了 唯独摩西 唯独摩西 还在这里 但摩西又不能进入 但摩西也不能进去 面对这个问题就是 摩西不可以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之地 面对这个问题 摩西不可以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之地 新的一代 他们要承受产业 谁来主持大局呢 新的一代要承受产业 那谁来主持大局呢 面对一些要分产业 其他的问题 应该如何处理呢 面对分产业或其他的问题 应该如何处理 摩西都不在了 摩西都不在了 怎么办呢 就来到第27章 27章就来到第27章 27章就是处理这个问题了 27章就是处理这个问题 是从两方面来提出的 从两方面提出 我给这张圣经的标题 是要我说 有恩典有真理 这张圣经的主题就是 叶华有圣经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哎呀 你都没有听着重啊 对不起 主从我们讲到 真是 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嘛 主从讲到神有恩典有真理 我也讲到 约翰对整个旧约的了解 约翰对整个旧约的了解 或者说另一方面 圣灵自己呢 怎样感动约翰呢 或者圣灵如何感动约翰呢 就是将旧约里面有关于 对神的真理 就是旧约里面有关于 对神的真理 神是怎样一位的神 神是如何一位的神 最后结晶成为两个字嘛 最后结晶成为两个字嘛 grace and truth grace and truth 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所以神的形象是怎样呢 所以神的形象是怎样呢 神就讲了sum wa wa sum sum 最后那个sum 下来就是圣灵嘛 最后下来是圣灵 就是圣灵将那一切的祝福带下来了 圣灵将一切的祝福带下来 将神的形象带下来 将神的形象带下来 那这个形象是怎样呢 这形象是什么呢 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因为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是耶稣这个道 将父表达出来 是耶稣的这个道 将父表达出来 将个形象表达出来 将形象表达出来 让人可以看见神 让人可以看见神 所以看见耶稣 就看见神了 所以看见耶稣看见神 耶稣表达的形象是什么呢 当你看见耶稣 耶稣所表达的形象是什么呢 匆匆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原来他将神的形象表达出来 神的形象是 要我们看得到 让我们perceive 让我们看见的是 恩典和真理 所以将神的形象展现出来 让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perceive 可以将神的恩典跟真理 展现出来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神耶稣说是 有恩典有真理 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说 他是有恩典有真理 进入到迦南地 应许之地之后 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 百姓怎样行呢 怎样继续往前呢 百姓如何往前走呢 其实要有恩典有真理 其实要有恩典有真理 是神在他们当中来带领他们 因为神是有恩典有真理 因为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 而神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27章里面 也都让摩西 让以色列人 晓得 他们新的一代应该怎么走 就是在恩典和真理当中往前走 而在27章里面 神让摩西跟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怎样在恩典跟真理一样 里面怎样走 就透过27章 讲到这里 我都很感恩神 将这个核心价值 先恩典后真理给我们 我很感恩神将核心价值 先恩典后真理给我们 我们从2008年有这个核心价值了 从2008年开始我们有这个核心价值 到现在差不多12年了 到现在已经12年了 这12年来 我们怎样带领教会 怎样带领同工 这12年来 我们怎样带领教会 带领同工 如何处理社会大事 如何处理社会大事 我们 怎样去做 怎么样做呢 其实都用我们的核心价值 其实都是使用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在恩典和真理当中继续往前行 我们在恩典和真理当中继续往前行 特别是处理人的问题的时候 特别处理人的问题 处理同工的问题的时候 处理同工的问题 处理甚至小组长的问题 甚至处理小组长的问题 不是新的一代就没有问题的 当他进入迦南地之后 有很多实际的问题会产生的 当进入迦南地之后 有很多实际的问题会产生 但如何处理呢 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第27章1节到第11节 1到11节 神是有恩典的神 神是有恩典的神 这里是讲到马拿西支派里面的事了 这边讲马拿西支派的事 这里有一个人叫西罗菲哈 有一个人叫西罗菲哈 她有五个美女 她有五个漂亮女儿 德萨就是很美丽的 德萨就是很美丽的 马拉、罗阿、格拉、密加、德萨 马拉、罗阿、荷拉、密加、德萨 五个女儿 她没有儿子 她们有儿子 她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了 前一章讲到要数南丁了 这一章讲到要数点南丁 二十岁以上要数了 二十岁以上要数 没有数到西罗菲哈的家人 没有数到西罗菲哈的家人 因为她没有南丁可数 因为她没有南丁可以数 按照所数的来得地为业 按照所数的来得地为业 她们虽然是五个女儿 虽然她们是五个女儿 西罗菲哈没有产业 分不了 因为她没有南丁的后代 因为她并没有南丁的后代 西罗菲哈是马拉西的玄孙 西罗菲哈是马拉西的玄孙 我们这个玄孙其实就是第几代 这玄孙就是第几代呢 第五代 就是第五代 这里我自己数过的了 马拉西的玄孙 马吉的真孙 马吉的玄孙 基列的孙子 希伏的儿子 西罗菲哈第四代 她的女儿就是第五代 女儿就是第五代了 但是第五代没有男丁 但第五代没有男丁 那如何呢 她们这几个女儿就很勇敢 这几个女儿就很勇敢 当时是男性社会 当时是男性社会 这几个女儿就来找摩西 这几个女儿就来找摩西 跟以利亚撒 跟以利亚撒 她们站在会幕门口 第二节 在这两个领袖面前 在这两个领袖面前 还有众首领域全会众面前 她们一点也不害羞 她们一点也不害羞 就是五个姐妹就站起来 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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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众首领和领袖面前 在神的面前 在会幕门口 去到她可以去的地方 去到她可以去的地方 再过去就不行了 去到最近了 去到她最能够去的地方 去到她能够去的地方了 她就在那里说话了 她说我的父亲死在旷野 说我的父亲死在旷野 但是我的父亲不与可拉同党 但我的父亲不与可拉同党 聚集攻击耶和华 是在自己最终死的 所以在自己最终死的 他也没有儿子 为什么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 为什么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从 他族中除掉呢 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 分给我们产业 为什么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从 他族中除掉呢 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 分给我们产业 于是摩西就将案件去问神 于是摩西就将案件来问神 应该怎么办呢 摩西一看 摩西一看 西罗菲啊 没有儿子 只有五个女儿 摩西一看 那对啊 西罗菲她没有儿子 只有五个女儿 那这五个女儿怎么办呢 五个女儿怎么办呢 第一 他们是她父亲的名字 第一是他们父亲的名字 其实在下面还有 这几个女儿怎么嫁呢 接下来就这几个女儿怎么嫁呢 她可能没有嫁妆的 可能没有嫁妆的 没有产业的 没有产业 她父亲又如何呢 她父亲的名字又如何 所以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怎么办呢 摩西就将案件交到神面前 摩西就将案件交到神面前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女儿 去说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几个女儿说什么 她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她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其实所有的父亲都 就是当时 上一代都死在旷野的了 其实所有的父亲 上一代都死在旷野了 但她要说的是什么呢 她不与可拉同党 但她说的是 她不与可拉同党攻击耶和华 她不与可拉同党 可拉是攻击摩西攻击神 她是戈亚族里面的 她是戈亚族里面的 她是利美人很重要的一个家族 她是利美人家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 她是一个领袖 她是一个领袖 她起来攻击神 她起来攻击神 她起来攻击摩西 但是可拉的后代是如何呢 但可拉的后代是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26章11节 昨天没有讲到这里 昨天没有讲到这里 因为昨天很敢 可拉的反叛 可拉的反叛 带来地的裂开 可拉的家 可拉的家可拉自己 和流变族里面的亚比兰大丹 在流变子孙里面 就是有大丹 还有亚比兰 还有其他250个领袖 还有其他250个领袖 很多人就是 地裂开 将他们吞了 有些就被火烧死 但是上一章提到 但上一章提到 第11节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很特别的 原来可拉的众子 没有死亡 仍然可拉的众子 没有死亡 可拉有这么大的罪 她的众子 都没有死亡 但她的众子 没有死亡 她抓住这件事 她说 可拉 她说可拉 她是同党 她们一起来攻击神 她的同党 他们一起来攻击神 可拉的罪是很大的 可拉的罪是很大的 但是她的儿子 众子都没有死 但她的众子没有死 并没有在审判之外 神啊 你有恩典给可拉 神啊 你有恩典给可拉 神啊 你是怜悯的神 神你是怜悯的神 在审判当中 你有怜悯 在审判中 你有怜悯 现在我的父亲 是死在自己的罪里面 现在我的父亲 是死在自己的罪里面 她不与可拉同党 她的罪没有可拉那么大 她没有与可拉同党 她的罪没有可拉这么大 她也倒闭在旷野 她因自己的罪而死 她因自己的罪而死 她的罪可能都是 或者其他百姓的毁绑之类 她的罪可能是因为 好像其他百姓的毁谤 怨言 她的罪没有可拉那么大 她的罪没有可拉这么大 可拉都有儿子在那里 可拉都有儿子在那里 但你看一下 我父亲的罪没有可拉那么大 她都没有儿子 神你是怜悯 神你是怜悯 你这样对待可拉的家人 神你也这样对待我们 于是摩西就到神的面前来问 应该都是 神啊你是怜悯 神啊你是怜悯 你都怜悯可拉了 神你都怜悯可拉了 西罗菲哈如何呢 西罗菲哈如何呢 你五个女儿如何呢 这五个女儿如何呢 神啊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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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说话 神就发怜悯 神就发怜悯 这里世界关系我就很简短讲了 好时间关系就很简短讲 说 如说晓悯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 夜话晓悯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 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 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 就是女儿是可以承受产业了 就是女儿是可以承受产业 当他没有弟兄的时候 他的女儿是可以承受产业了 以为他的父亲留名 当他们没有儿子的时候 女儿是可以承受产业 为他的父亲留名 那就产生出最近的亲属 就产生最近的亲属 这个规例了 最近的亲属就可以为他去世的人 是属回他的产业了 最近的亲属可以为去世的人 是赎回他的产业 我们就想到我们很喜欢的路德记了 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很喜欢路德记 神是有怜悯的 神是有怜悯的 所以新的一代进到迦南地之后 所以新的一代进入到迦南地之后 他们怎么走呢 要说有怜悯 要说有恩典的神 是用恩典的原则来走 是用恩典的原则来走 处理一些是之前神吩咐了 但是又不是很仔细 需要再继续问外的问题 神已经很有恩典就是他所吩咐的 但是又是处理一些之前神所讲的 神吩咐了 但是未够仔细 或者面对实际的问题产生的时候 或是面对实际的问题产生的时候 神还没有讲的 那应该怎么做呢 有恩典原则 有恩典跟原则 其实大致的方向 在之前已经讲了 大致的方向在实际上已经讲了 在神的律法当中已经讲了 但是有一些真的面对实际的问题如何呢 但是面对实际的问题如何呢 人的问题如何处理呢 其实有恩典原则 其实有恩典原则 对百姓是有恩典原则 对百姓有恩典原则 我特别是讲对百姓 对百姓 对下面所属的人 对下面所属的人 神是有怜悯的 神是有怜悯的 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 又说是有真理的 第二大点 又说是有真理的 是有恩典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特别是对领袖 特别是对领袖 我讲到这里我都要很警醒 我讲到这里我都要很警醒 神对领袖 神对领袖 对拿着神给他权柄的人 对神拿着他权柄的人 显出来的形象是有真理 显出来的形象是有真理 神对所有的人是有怜悯 神对所有的人是有怜悯 对百姓 对西罗菲哈 他虽然有罪 他有怜悯 神对他有怜悯 神对他有怜悯 但是对领袖 但对领袖 神表达出来是有真理 神表达出来是有真理 第十二节至到二十三节 十二到二十三节 神对领袖是有要求 有真理的要求 神对领袖有要求 有真理的要求 所以我们分堂的牧者 所以分堂的牧者 我所有的众儿女 我们的策展同工 我们的策展同工 核心同工 核心同工 传道同工 受讯同工 受讯同工 行政同工 行政同工 要特别留心听 要特别的留心听 我们小组长 我们小组长 你是带着权兵 你要留心听 你要留心听 首先我这里说 我们对权兵 常常误解 首先我们要讲 我们对权兵常常误解 我们说先顺服后领受 先顺服后领受 好像我们下面的 就要听上面的 好像下面就要听上面的 上面的 上面的呢 就要指下面的 上面就要指下面的 就要给下面的 你要怎么做 就要跟他说你要怎么做 我说你就听吧 当然摩西和约书亚是这样 当然摩西跟约书亚是这样 但是摩西全家尽忠 但是摩西全家尽忠 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摩西 神跟他面对面 没有一个人好像摩西一样 神跟他面对面 面对面地说 就算约书亚都没有 面对面这样说话 就连约书亚都没有 所以这个原则 我不觉得是适合我们用 所以这个原则 我不觉得是适合我们用 我跟神都没有面对面 我跟神都没有面对面 神都是在意象当中跟我说话 神都是在意象当中跟我说话 在启示当中跟我说话 在启示当中跟我说话 我没有见过面对面神的形象 从天上来在我面前 我没有见过面对面神的形象 在我面前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从来没人看见神 如果我之前看见 可能他已经不在 如果我之前看过 可能现在已经不在这里 因为我也是罪人 因为我也是罪人 所以我们做权柄的 不要要求我们下面所牧养的人 或者我们的staff 是你讲他就听 所以我们做权柄的 不是这样要求 做权柄的不要要求你牧养的人 或是你的staff 我讲你就要听 做权柄的是去爱下面的人 做权柄是要爱下面的人 其实好像神对百姓那样 好像神对百姓 是怜悯 是怜悯 我们真的去怜悯 我们真的去怜悯 我们是去带领 用生命去带领 去做榜样 用生命去带领做榜样 我们不是去核制下面的人 我们是做众人的榜样 我们做众人的榜样 做群羊的榜样 用我们的榜样去带领 而不是我讲了一就是一 我讲二就是二 而不是我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下面要先顺服 什么是顺服 下面要先顺服 什么是顺服呢 顺服权柄 顺服权柄 顺服呢 我再跟大家讲 不等于听从 顺服不代表听从 仆人对主人就是听从 我是讲到新约圣经 仆人对主人是服从 这是新约圣经 听从 是听从 仆人对主人就是听从 仆人对主人是听从 是一个字是听 听从 儿女对父亲是听从 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你的父亲 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你的父亲 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的主人 是听从这个字 做仆人要听从主人 是听从这个字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 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 以佛所说的顺服 顺服不等于听从 顺服不代表听从 做妻子顺服丈夫 不是好像儿女 顺服父亲 这样去听从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并不像儿女 听从父母 我们很多做老公的要求老婆 听从 很多老公要求老婆要听从 如果老婆 什么都听完我就发达了 如果老婆什么都听我 我就发达了 我告诉你 完全相反 如果你什么都听你老婆 你才发达 如果你老婆什么都听你 你就没得发达了 如果你老婆什么都听你 你就没得发达了 因为你的老婆帮不到你 因为你的老婆帮不到你 而神造你的老婆是来帮你的 什么是顺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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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服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 arrange under 顺服就是arrange under 就是安排在下面的意思 安排在下面的意思 就是说 好像撒拉对亚伯拉罕那样 好像撒拉对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如何出卖撒拉 是不是 说谎出卖他 让他生命有危险 让他的症结有危险 让他的症结有危险 但是撒拉仍然以亚伯拉罕为主 但撒拉依然以亚伯拉罕为主 这就是顺服 顺服就是伏在他下面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认定你是我的老公 我都认定你是我的老公 我不会走的 我不会走的 无论老公你怎么低 我都以你为我的老公 我都以你为我的老公 我们顺服神 就是无论我什么遭遇 就是无论我什么遭遇 甚至我现在很艰难 甚至我现在很艰难 可能有失业 可能失业 可能有COVID-19 可能有COVID-19 我都仍然以亚伯拉 为我的神耶稣基督 为我的主 这个就是顺服了 我都仍然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耶稣为我的主 这就是顺服 无论如何 我将我自己放在你下面 无论如何 我将我自己放在你下面 这个就是圣经真正所讲的顺服 这就是圣经真正所讲的顺服 它不完全等于听从 而父亲说你就要听 而你就是父亲说你就要听 主人也是 主人也是 要这样去听自己的主人 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但两夫妻是顺服 是有商有量 我们的核心价值先顺服 后领受是这样的顺服 我们的核心价值先顺服 后领受是这样的 所以不要为分堂的牧者 你讲到我们核心价值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去做山寨王 不是 所以分堂的牧者 不要因为核心价值之上 你就做了山寨王 我就说多了这边 不过我很想讲这番话很久了 我很想讲这番话很久了 因为我见很多人都不懂得 先顺服后领受 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很多人都不懂得 先顺服后领受是什么意思 其实当你的下一代 你的组员跟你 说他有这样的领受的时候 我们是用恩典原则的 所以当你下一代 主人告诉你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用我们就用恩典原则 是我们做权柄的 要用恩典原则 我们做权柄要用恩典原则 而下面的人 他是顺服原则 他是顺服原则 就是我是愿意听 我愿意听 不是被要求去听 不是被要求去听 我是愿意听 我主动去听 我愿意我主动听 我主动将我自己放在你下面 我主动将我自己放在你下面 无论如何 我都跟从 我都跟从 无论如何 我都信服 我都以你为我的组长 为我的权柄 我都以你为我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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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以我的权柄 这个就是信服 我们讲到这里 第十二节至二十三节 十二到二十三节 神对领袖却是有真理的 神对领袖确实有真理 耶华是有真理的 前面说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前面说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二十六章的六十五节 二十六章的二十五节 来到二十七节 来到二十七章 这里就说摩西亦都要去世 来到二十七章 讲到摩西亦要去世 连摩西亦都要去世 连摩西亦都要去世 但是他是上一代最后一个人 他都要服在这个真理当中 因为神对他有要求 对领袖有要求 我们拿着权柄的人 我们要额外的小心 我们怎么样对神 神对我们是有要求 神对我们是有要求的 十二到十四节 就是神和摩西说 你要想亚巴林山观看我所持及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你又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阿伦一样 看了以后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阿伦一样 就是你都要去世了 就是你也要去世 但是我让你先看看 但我让你先看 这里也都看到神是有怜悯的 这里看到神有怜悯的 神有怜悯有恩典 摩西你不可以进去的了 摩西你不可以进去了 但是你上去看 这里这个看出现两次 但你上去看 这个看出现两次 在旧约来说看就会得着的了 在旧约里面看就等于得着 神和阿伯拉罕说 你上去四处中环走走 看看 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你就上去周围 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 你就上去走走 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 于是阿伯拉罕就去看 于是亚伯拉罕就去看 弟兄姐妹 我常常为香港走土 我们都去周围看香港的 弟兄姐妹 我们常为香港走道 我们都常常周围去看 我们看到神就给我们了 我们看到神就给我们 你要去看 阿神给你恩典去看 神给你恩典去看 但是你要死在这个山上 但你要死在这个山上 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因为你在沉的旷野 当会众争扰的时候 违半了我的命 没有在永水之地 会众眼前读我为生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当会众争扰的时候 违背了我的命 没有在永水之地 会众面前 这水就是寻的旷野 加底斯米利巴水 今天早上我花了一些时间 再回到二十章来看这段圣经 今天早上我花了一些时间 再回到二十章来看这个圣经 那我没有时间再和大家去高福那里 不过我告诉大家就是这样 没有时间再看二十章了 但是就跟大家说是这样 米利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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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又没有水喝了 以色列人没有水喝 他们又在那里抱怨 其实米利安死了 摩西的心情都很坏 其实米利安死 摩西的心情也很坏 摩西都很低潮 摩西都很低潮 这么低的时候 百姓你还在那里搞事 这么低的时候 百姓你还在那里乱世 还说没有水喝 于是百姓向摩西亚伦争闹 于是百姓就对摩西亚伦争闹 他们家人都死了 百姓又在那里争闹 百姓还在争闹 摩西很烦躁 神就叫摩西 摩西 你都在我面前取杖 摩西你到我面前取杖 权柄的杖 拿起这根杖 去到磐石那个地方 到磐石的地方 吩咐水从磐石出来 神这样做的时候 神是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显为圣 神这么做的时候 是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显为圣 神都知道米利安死了 大家都有很多不开心 大家都有很多不开心 神在这个时候 祂要特别施恩典 神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施恩典 虽然以色列人在争闹 虽然以色列人在争闹 但是神用怜悯 但是神用怜悯 神叫摩西拿我根杖 神说摩西你用我这根杖 去到磐石吩咐出水 去磐石吩咐出水 水就要涌出来了 水就要涌出来了 神说我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显为圣 神说我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显为圣 摩西怎么做呢 摩西怎么做呢 在神面前拿了杖 在神面前拿了杖 去到磐石那个地方 去到磐石的地方 你们要喝水 你们要喝水 喝了 用神的杖 打磐石两下 用神的杖打磐石两下 神都很有怜悯的 神都很有怜悯 水就涌出来 水就涌出来 神尊名摩西 神尊容摩西 但是摩西 没有尊为神 但摩西没有尊容神 神要显他的显为圣 神他要显为圣 但是摩西没有尊为神 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 尊容我 这里这么说 但是摩西没有尊容神 在以色列人面前 没有尊容我神 这么说 我再说一次 这里的圣经是 神 摩西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 尊容神 这里记载 在这里记载 摩西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 尊容神 他击打磐石两下 他击打磐石两下 神叫他吩咐 神叫他吩咐 不需要发怒 不需要发怒 你的怒气 蓋过了神的荣耀 你的怒气 蓋过了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 我们拿着权柄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拿着权柄的人 什么时候都要记住 怜悯原则 你很生气也好 不要在怒气当中行事 为什么呢 当你发泄了你的怒气 当你发现了你的怒气 神是要求真理 但我们做权柄的 拿着权柄的神 要求真理 我们要尊敬神 我们要尊容神 我们不要欺压下面的同工 我们不要欺压下面的同工 不要发脾气 闹情绪 不要发脾气 闹情绪 去对待我们下面 神所交给你的人 去对待下面 神所交给你的人 因为这样 摩西不能够进入加纳地 因为这样摩西不能进入加纳地 这个是去到十四节 那十五节到二十三节 照第十四节 十五节到二十三节 摩西进不去了 那怎么办呢 那摩西进不去了 那怎么办呢 神都是有怜悯的 神也有怜悯的 摩西说 派另一个人去吧 摩西说派另外一个人去吧 神就说约书下了 神也OK的 但是约书下当然不及摩西了 但是约书下 神对他的要求又是怎样呢 那神对约书下的要求是如此 又是真理了 约书下他要遵行 神所吩咐摩西 一切所遵行的 约书下他要遵行 神所吩咐摩西 一切所遵行的 神要摩西怎么说 神要摩西怎么说 摩西告诉约书下听是怎样 吩咐好了 约书下你就要照做了 吩咐好了 约书下你就要照做 你不可以越过摩西的吩咐 你不可以越过摩西的吩咐 神对约书下也都是有要求 神对约书下也有要求 当然也都有怜悯 神要摩西将他几分的尊名分给约书下 神要将摩西几分的尊荣分给约书下 并且在会众面前这样去做 并且要在会众的面前如此做 我们又看到原来摩西很有尊名 我们看到原来摩西很有尊荣 我们做权柄的真的很有尊荣 我们做权柄真的很有尊荣 我们不要冒犯这个尊荣 不要冒犯神的圣洁 现在我们新的一代的时候 我们做权柄要怎么做呢 我们做权柄如何做 其实真的我们要有真理 我们真的要有真理 对神要有真理 对神要有真理 神要求我们真理 神要求我们真理 我们对下要有怜悯 对下要有怜悯 要有恩典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好不好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爸爸 我们常常得罪你 但是你满有慈爱怜悯 你不纪念我们的过犯 你不纪念我们的冒犯 你就是以你的慈爱来带我们 谢谢你是这样引领我们 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祝你 祝你是神 我救主 祝你是慈爱 天权我属你 祝你是心事 供应我需要 祝你是全能 掌握我一生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爱你 我要来宣扬 你轻描求恩 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日 我要来敬礼 你爱的大能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天 真是道路 祝你是道路 是我心真实 祝你是真理 是我心自由 祝你是生命 满足我心灵 祝你是主 你是神 我救主 祝你是慈爱 天权我属你 祝你是心事 供应我需要 祝你是生命 我的王 我的神 我爱你 我要来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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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的大能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天 我要来宣扬 你爱的大能 每一分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天 我要来宣扬 我要来宣扬 你爱的大能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天 我要来宣扬 我要来宣扬 你爱的大能 我要来 我要来宣言 你几秒就好 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日 我要来经历 你爱你大能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天 我要来经历 每一秒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条 每一天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来经历你慈爱的大能 主啊 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主啊 满有恩典 主啊 也满有怜悯 主啊 在我们各样的软弱里面 主啊 你总是为我们存留恩典 主啊 满有怜悯在我们中间 主啊 如同西罗非哈女儿 主啊 好像在他们没有指望的时候 主啊 从恩典 从真理的角度来看 主啊 没有出路的时候 主啊 你仍然为我们每一个人存留恩典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 因为按着真理 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都是该死的 主啊 按着真理 主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 主啊 配得这个恩典 主啊 若按着真理 主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 今天能够站立在你面前 主啊 但是因为你的恩典 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主啊 显为大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再次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 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说 主 主啊 你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主啊 但你也是有真理的神 主啊 孩子特别要来代表我们中间 主啊 所有 主啊 做权柄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是小组长 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 担任牧养 你在公司里面 担任管理的职务 最重要的是 你在家里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 你是权柄 我们一起 现在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思想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权柄 神是一个满有怜悯的权柄 我是不是在我说话的时候 我也是满有怜悯 还是我真的 我只是顺着我的情绪 主啊 我想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自以为我有真理 我有道理 主啊 仗着我的地位 主啊 我说话不留情面 我指责人的时候 我指责人的时候 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觉 我是不是有一些言语 伤害我的孩子 伤害我的组员 伤害我的下属 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 每一个人开口 如果你想到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你怎么得罪 你身边的人 你怎么亏据神的荣耀 你向神来感恩 向神来认罪 把你信要求我们来到你面前 每一个人都开口 神是现实是公义的 我们而认自己的罪 神必要赦免我们罪 吸尽我们的不义 修复我们一切受伤的关系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才是成人 主啊 才是很多时候 在学习里面 主啊 我忍不住 主啊 我说一些批评论段的话 主啊 我心里主啊 没有怜悯 主啊 常常学习一来的时候 主啊 拿着针就 挤打下去 主啊 联名我们 主啊 我向你承认 主啊 我们很多时候 看到事情要解决 主啊 看到孩子功课要进步 主啊 看到事情要做完 主啊 我没有看到人的生命 主啊 我没有一个牧人的心肠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谢谢你赐给我牧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的口气 会随着我们的心情 互高互低 祝我们承认 我们不懂怎么样 来做一个好的权柄 祝我们承认 我们的里面充满 属自己的软弱 属自己的血气 属自己的骄傲 属自己的自以为 视自己为一 父啊圣君 有时候我们会打着一个旗号 就是我这样说 都是为你好 爸爸我来到你面前 代表我自己 也代表我们当中 所有做权柄的 来到你的身宝做钱 对你说 父啊 赦免我们 我们承认 我们血气 我们软弱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权柄 主要圣君 在我们发怒的时候 我们会乱说话 主要圣君 我们当中有一些为人父母 我们在发怒的时候 我们对孩子的责打 是乱打一通 主啊 怜悯我们 主 爸爸圣君 我们在愤怒的时候 我们对儿女 我们对下宿 我们对祖元 所说的话语 是减酸刻薄的 是带着贬义 带着否定 甚至是带着践踏 所以祖今天造成 孩子来到你面前说 赦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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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爸爸我们一点都不像你 谢谢你今天造成再一次 讲你圣经的真理 向我们显明 主啊 你告诉我们这些做权柄的 对下是恩典 对下是怜悯 主 爸爸你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在你的怜悯跟恩典当中 我们重新学习 怎么样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权柄 主啊 主啊你伸了手 大能的绑壁 来教我们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很想成为一个像你那样的权柄 主啊 主我们承认我们不会 主啊 主啊 恩待我们 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越来越像你 主啊 祝我们肯定是 patriot 祝我们的小福 主啊 祝我们的小福 相负在你身上 祝我们的小福 正在你身上 祝我们的小福 反正去为一个恩典的小福 川 守生命或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的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何的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何的恩典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比充满赞美 主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身 同样你是有恩典有真理的身 主我们不懂得作权柄 同样我们不懂得作下面的人 主我们真的没有信封 我们没有权柄 我们的权柄 我们总是看自己的感觉是大 我们看自己甚至比权柄 但比真理都大 好吗这个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都将我们的手 按在我们心的上面 我们再一次去到神面前 我们去承认我们没有信封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没有信封 我们做下一代 我们在家里面 听到父母的说话 我们常常会觉得心烦 我们很想离开 想保持距离 我们求神去赦免我们 甚至在教会里面 当小组长提醒我们 去撞击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很多次想离开 我们想转小组 我们想远离我们的权柄 甚至在真理 在目者的下面 我们心里面都会很想保持距离 因为我们心里面很怕 很怕被撞击 被提醒 好吗这个时候 我们都开声去认罪 神是有因点 但他更加是有真理的手 在真理的里面 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不懂 我们不懂得去信服 我们不懂得去设定 我们的权柄 弟兄姊妹 我们开声去认罪 耶稣你去赦免我们 耶稣你赦免我们 不懂得去信服 我们总是想离开 我们在权柄的下面 当权柄去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离开 我们没办法去委身 我们没办法委身 主要你赦免我们 主要你赦免我们 耶稣你今天 你在文素记里面 你再一次去告诉我们 你是有因点 有真理的神 主你对我们的生命 是有要求的 耶稣你对我们的生命 的选择是有要求的 耶稣你去帮助我们 主整个我们不懂得去信服 我们既不懂得作权柄 亦都不懂得作权柄 但耶稣你是有因点的神 主要你愿意今天早上 再一次释放你的因点 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有因点 再一次去回转向你 主要我们去多谢赞美你 主要你赞美你 主要你赞美你 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何的恩天你竟然在乎我 何的恩天你宝血为我留 何的恩天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再多谢我们赞美你 像摩西在最后的时间 虽然他不能够进入加南地 但神你仍然将恩典给他 在这个十二十三节 耶和话对摩西说 你要上阿巴林山观看 我所刺激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 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 那有没有师父告诉我们 看见就是得着 好不好 我们某一个电影节目 我们都闭上眼睛 去进入灵里面 我们要去到看见并且得着 首先我们要看见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很多未信主得着救恩的家人 我们要在灵里面看见 他们要得着救恩 我们在灵里面看见 他们一个一个去到受洗 他们去到举起的手 他们去到会转 同神说 主我愿意去到归入你的命下 我愿意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愿意进入耶和话这个家里面 我们不单只要去看见 看我们的家人信主 我们的灵里面要更深的看见 全国要成为香港的中心点 香港的人要归向耶稣 在全国要更多地方 甚至全港更多地方有六亿亿的福田 今天看见全地 是欧洲 是明州 是亚洲 非洲 在全地都有六亿亿的福堂 全地都有六亿亿的交会去到临纳 我们要更深在灵里看见 在全地所有的人都要归向耶稣 都要去到同神说 我们要相信耶稣 我们一起到祷告 当你看见的时候 你就要进入祷告 你会想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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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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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说主啊 我们预备好了 主啊 我们要进入 主啊 我们进入的基础 主啊 就是在你的恩典 主啊 在你的怜悯底下 主啊 耶和华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主啊 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主啊 我们做下属的 主啊 我们跟随的 主啊 我们做主缘的 被牧养的 主啊 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面 主啊 我们看见 主啊 你对我们是大有怜悯的 主啊 你让我们看见 主啊 我们的权柄是爱我们的 主啊 把我们生命里面的信任 拉出来 主啊 让我们对我们的权柄 我们的权柄是有信任的 主啊 我们对我们的神是有信任的 主啊 我们要看见 主啊 你的真理活在我们里面 主啊 就是主啊 教会是万有之手 主啊 我们活在每一个地方 主啊 我们都成为你的见证 主啊 都成为你的荣耀 主啊 在这个新的循环里面 还是奉你的名宣告 主啊 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 主啊 在每一个地方 主啊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主啊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主啊 在我们的牧养里面 主啊 在我们教会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里面 主啊 真理成为我们的实际 主啊 你的允许 主啊 没有一句落空 主啊 愿我们在信心里面仰望你 主啊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一起 主啊 我们要来颂养你的名 主啊 我们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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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但是我们今天的祝福比较特别一点 你把双手都举起来 敞开在神面前 主啊看啊这是你的百姓 是你的选民 是奉你所遭来到当中的 当他们把双手举起的时候 他们全身人在你的面前 要来彰显你的荣耀 彰显你的权柄 彰显你的真理 彰显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要奉耶稣俱乐明 对每一个属你的女儿说 女儿啊不要害怕 女儿啊不要害怕 你是蒙神眷顾的 你是蒙神眷顾的 神对你说 女儿啊你说的有理 女儿啊你说的有理 主啊你亲自使你的孩子 主啊在你面前的女儿 刚强起来 灵里头刚强起来 我要奉耶稣俱乐明宣告 在你面前的儿子 彰显父的荣光 彰显父充充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的荣光 透过我们每一位 透过你的教会 你的荣光临到全港 你的荣光临到全地 奉耶稣俱乐明祷告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你跟格比勒说 在你身上有父神的荣光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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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